臺灣的同步 把 LED 燭光打開 一起點亮它 一起點亮人心 點亮臺灣 讓護理工作 持續監禁國際 也是我們重要的目標 臺灣一直有參與國際醫護援助工作的傳統 我們在醫療領域的許多國際貢獻 護理人員的投入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 護理專業的國際參與也是非常重要 即將登場的世界衛生大會 今年要討論的重點之一 是失智症的公共衛生應對的策略 護理專業如何延伸到社區 如何投入非傳染性疾病的 預防防護 已經是許多國家共同的特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九龍星的討論 會不會看幾次 有許依舊對人感動 在臺灣 我們面對人口老化挑戰 無論是既有的照顧工作的經驗 或是新政策的推動 都有跟各國交流的必要性 我再次強調 臺灣是全球護理 是全球衛生體系的一晚 不應該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考量 而被排除在外 我相信 不理專業對於健康關懷的重視 是不分國籍的普世價值 未來 我們會繼續在國際上發聲 繼續分享國民的經驗 對全世界 聯絡 Cori 圓滿成功 請 parasites 大家請坐 請坐 蔡總統